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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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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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刚下飞机 这边要等一个婴儿推车 因为婴儿推车它是可以鸡片拖晕的 所以就稍等一下吧 好啦拿到推车啦 我们走吧 原宝第一次来新加坡怎么样 这样我们现在在章仪机场喔 我原本计划就是让元宝啊 上飞机之后后的妹妹就可以睡 然后一路睡到下飞机 我睡了两三个小时吧 可是他 他就是蛮精神蛮亢奋 他睡一个小时就起来了 后面三个小时真的是累透我们两个 他就是一直想玩 一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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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就是一个尖叫的 对啊 就是没办法 待小孩子出国就是会有很多 不确定的因素 他现在就在这个发展结果 其实我们带他出门 说不定也很连长他 他也在休息 对啊 不过 以可爱程度来讲 还是 可以啦 过关了啦 我今天对他来讲 我觉得很满意啦 希望他可以更进步啦 对吧 下次会更好的 加油 我们 回台湾还有一次 男妹煮饭 我们现在在这边 随便找了一家 海南鸡饭 我们来试试看到底味道如何 这个好好吃 这个好好吃 超级台湾 超级台湾 我觉得这个味道跟 在台湾吃起来好像差不多 就是这个的味道 我在台湾可能就是便宜 在海南鸡饭 200块 这种的口感口味的话 嗯 那你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local的东西 你不难吃 但是很简单 可是吃海南鸡饭 就是吃它的 饭的香味 真的是蛮 蛮爽的 那种 咸咸香香香的味道 饭吃好吃 嗯 我也觉得饭好吃 我怎么会不会不够 我们两个今天 应该觉得吃什么都好吃 都好吃啊 因为饿到 可是我们今天其实也有吃到三餐 蛤 真的好吃 我觉得是 在飞机上那一餐真的是 不才好吃 亂吃 早上又有时间压力 嗯 所以 你会觉得说 这个才是今天吃到的第一餐 嗯 第二天 嗨 大家早安 今天是在新加坡的第二天 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 那 作为一个观光客 当然就是要去找 最多人吃的 雅坤 雅坤 我们要去体验看看 当地的 雅爷吐司 到底吃起来有多神 为什么会 被这么多人给推崇 新加坡的早上 比我想象中 没有那么热 还行 好啦 雅坤 我要来吃这一家 还行吗 半手蛋 半手蛋 加酱油 它没有很有味道 就是颜色深的 可是就变成黑酱油 很香 我很喜欢的 因为很脆 很脆 很脆 有甜甜的吗 甜甜的 我还没吃到奶的 的感觉 我觉得多好吃 单吃或者配的脂肪好吃 我们刚刚吃完雅坤 讲一下 一些小心得 好了 我觉得对于 第一次来新加坡 没有吃过的人来说 真的是蛮值得 来吃一次的 我觉得啊 大爷肚子 真的就是 好吃 但是不要到常吃 就吃一个舒服感就好了 天饱 天饱 今天第二天的行程 我们吃完早餐之后 坐了大概一个小时多的车子吧 我们又是要来逛动物园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新加坡动物园这边了 这次是直接在KK Day上面买套票 实际算起来跟当地人们票 票价并没有说真的有太多的折扣 可能刚好我在 网络上购票的时候没有碰到优惠吧 但我觉得这边设计的还不错是 虽然新加坡还蛮热的 可是动物园里面都蛮贴心的 就设有这种乌檐 你还是可以躲掉太阳的 我们现在的乌檐 我们在乌鸟里面 我们现在拿着乌鸟里面 就是这个乌鸟里面 你看到乌鸟里面 我们在乌鸟里面 天啊 好扯 路上就有口雀 太扯了 不成功 talkin 猫猫猫猫猫猫 猫猫猫猫 猫猫猫猫猫猫猫 這個菜單還滿友善的 如果今天這個是Baby可以吃的 他就會有一個Baby.icon在這裡 逛完動物園後 我們家元寶也累透了 讓他在車上睡一下 接下來我們準備前往牛頓首飾中心吃晚餐 下雨了 這個蘿蔔糕就是吃一種鹹鹹香香的 他有那個在炒麵的鍋巴感 對,有鍋巴 然後他的尾韻會有一點辣味 但是是還可以接受的 很香,我覺得很香 可以的比較特別 嗯 剛剛離開Newton的Food Center 我覺得這邊跟台灣的夜市其實滿像的 選項很多 吃的喝的各種燒烤沙爹 而且都有 挺熱鬧的 而且選項很多 我個人是滿喜歡的 我剛剛在點餐的時候啊 因為沒有跟老闆講說我要冰的熱的 然後那個老闆娘就說 啊你那個喔 冰的就要講冰奶茶啊 對不對 你不講我怎麼知道勒?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